当然这一节我们的新闻头条 带大家来计较的消息了 先来关心林志坚论文争议持续的延烧 其实台大校方已经驳回了苏洪达的回避案 不过关键人物于正皇又发表了声明 来捍卫清白 强调论文他没有抄 不对此林志坚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伟军 今天又有动作了 什么动作最新赶快带你来追踪 提出了三点 表示说林志坚硕士的论文写作合乎写作的逻辑 所以绝对是原创没有抄袭的可能 还呼吁了外界不要再抹黑造谣 还说林志坚就是论文的原创者 看起来真相只有一个 柯南的名言 到底谁说谎一定有一方说假的 到时候就证据会说话 我当然来看的是不止论文门来告诉大家 磅球门也是惨兮兮把林志坚打脸打的 砸了12亿来修半天修成这一副模样 厕所连门锁都装返 外野碎石上天堂路 四位球员超可怜无辜的因此受伤 引发了外界一片哗然 国民党文城会副主委网恒为直言 新竹球场为了赶工为了赶剪彩 是为了配合林志坚选举造势的结果 新竹市政府也没有依照全责 来好好的点交验收球场 害球员全部变成了白老鼠 新竹棒球场的缺失 该硬的不硬 该软的不软 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新竹棒球场显然 它是一个赶工 然后为了配合林志坚选举造势 然后提前开幕的一个结果 所以造成我们多位的球员的受伤 那这里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新竹棒球场 它在这个完工之后 新竹市政府没有依于全责 来做点交 然后就直接的开幕 开赛 然后造成球员 变成是这个球场的白老鼠 而使得有这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事件过后 林志坚的脸书里面 它出现了这个时间轴 来试图说明 这个整个的新竹棒球场的新建的大事迹 我知道已经有人去新竹地检署 去控告相关的单位跟官员 包含林志坚有涉嫌独职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林志坚 他的脸书上的这个时间轴 就是一个犯罪证明 为什么呢 虽然王浩宇说 哎呀 这个很多事情 都是卫权龙球团建议的 简直荒唐啊 12亿是卫权龙球团去用的吗 卫权龙球团 他们有行政的权利吗 当然就是林志坚所领导的新竹市政府 而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新竹棒球场的新建大事迹里面 林志坚试图把这个责任 推给卫权龙 推给中华职棒 然后呢 必谈自己的一个责任 继续来关心这个棒球门 真的太扯了啦 这么一头拉骨的问题 告诉大家 赛前已经有人提报告了 指出哪里有问题了 还告诉该怎么解决 结果呢 来看看 你看赛前提了27项的 确实哄不浪当 终植球员工会说 最后全遭无事啊 等于说报告白写了 来看看的是呢 这是新竹市立棒球场 砸了12亿元嘛 整修成这副模样 你看看 这么多碎石 简直就是天堂 路要人家怎么弄啊 还有呢 你看看女厕所的门锁 这个锁在屋外面 有这种锁 这到底要锁啥 根本不用锁了 7月22号开幕战 前两天 其实告诉大家有猫腻 当时呢 终植球员工会呢 就提交了 新竹市立棒球场工会 会员使用回馈心得 有人写心得报告了 结果呢 里头 我告诉你哦 很认真哦 列举了27项缺失哦 还把这个缺失的改善记忆 都写了哦 包含呢 内野啊 有红土区啊 又松又软 不够扎实嘛 颗粒太大了啦 不止内野 外野草皮也有问题 不够平整 碎石力过多 草皮撒水 喷头还外漏 很危险 还有还有 就是本磊 补手区 哪局区 投手秋 建议要补墙粘土 另外呢 界外区 寒一三类 休息区 前牛棚 投手秋 等等都有问题 27项缺失 全部列出来了 但是呢 不只列出来了 还说要怎么样来改善 有哪些问题 写得很具体 很明确 很清楚 但是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接下来 大家就看到 我们可怜的球员 一个接 一个受伤啊 魏全龙的外野手呢 张又鸣 跑垒的时候 跌倒了 还有呢 三类手 刘基红 处理滚地球 这个球呢 弹跳伤到他的手指 这个最惨了 林哲轩 富邦 右外野手呢 他整个扑街啊 这地面一滑 以前他在其他球场 这样滑都没问题 现在这一滑惨了 整个左肩 关节唇 严重受伤 搞得人家 今年的球技啊 这个后半段的球技 恐怕都爆销了 还有这个魏全龙的老将 林志胜 连走回个休息区 都摔倒了 你看看这路 到底怎么扑的呢 好 很多的 这个所有的球迷 大家都在盖楼 网友都骂翻天 骂爆了 来看呢 有人就说 蔡会长 你睡觉了吗 睡着了吗 醒醒啊 现在都几点了 该起床了吧 好 也有人说 会长怎么推啊 怎么甩锅啊 要说工会上交的报告 他都没有在看吗 人家都帮你写了 这么清楚的报告 居然都没有理 好啦 你看这回出事了吧 另外还有来看的是呢 也有网友说 球员提出的 没有被当一回事 受伤的 还是最可怜的球员嘛 难怪被叫去摸头 拍照的时候 每个人全部都脸臭到爆 好 当然呢 也有人 这是林领超的 李领叔就做了一个梗图来讽刺了 没事 只会剪彩 有事就神隐啊 他在骂的是谁啊 就是蔡英文跟林志坚啦 好 你看他哭手做了一个 蔡英文说志坚 当然这个志坚已经改名 变成志坚榜的志坚啦 说明星赛 我不去咯 没法去咯 因为太丢脸了嘛 结果林志坚被梗图 哭手说 放心 好 周济球场女侧 有门锁啦 的确是有门锁啦 只是这个锁在外面 好 根本锁不起来而已 但是有啦 当然来看的是呢 这回仗着扎12亿元 干了一个烂尾球场 负贫连连啊 好 来看到的是呢 前国民党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的 黄新华就痛批 林志坚还有呢 这个蔡其昌 两个人都有责任 不过他们心中却都只有政治 在整个开幕赛的时候 蔡英文风光的站在球场上 他的旁边站着谁 站着林志坚 站着蔡其昌 这些人当时只想着如何要用这场 这个球场开幕的风光 来为自己的选战 来这个蹭声量来增光 但是看到球员的受伤 我请问一下 你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我想特别讲一下 是有关这个蔡其昌的角色 蔡其昌他身为这个中华职棒 大联盟的会长 你看他 他不止没有帮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安全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争取 那也没有尽力的改善 我们这个球场的这个赛事的环境 他反而做出了三大 三大非常负面的示范 第一大负面的示范叫做是抢攻 跟抢声量 你看他站在蔡英文的旁边 林志坚也站在蔡英文旁边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选举 要蹭声量要造势 这是第一个非常不可取的地方 第二个叫做逃避责任 回避责任 不只林志坚现在对这件事情 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 他都已经辞职了 他能够扛什么责任呢 对不对 蔡其昌也是啊 你不只对球员的这个权益 不闻不问 而且呢 你这个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处理 你们两位呢 林志坚跟蔡其昌 你们就是回避 你们就是逃避 第三个非常不可取的一个负面的试探 就是牵托跟转移焦点 看蔡其昌 他出了事之后 他还拿这个台中棒球场 16年前的事情 来当做这个转移焦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一个这个事件 还把牵扯到台中购物节成效不张 我请问一下台中购物节成效不张 跟16年前台中棒球场的事情 跟现在我们在西足棒球场所发生的事情 这两个关联会不会太远了 你蔡其昌还会搞这个 所谓的转移焦点事情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这个林志坚也好 蔡其昌也好 他们这个心中呢 只有政治 只有自保 只有选举 那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政客 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民众也对他们 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好 叶小姐在我们子评说 蔡其昌就是怠惰 CCY说这无耻间脸被打得很肿 还有美元 谢谢你的应援 非常感恩 当然同时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棒球场 真的太扯 太多状况了 中职球员工会就说 其实他们提出了刚好提到 这么多的缺失改善建议给联盟 但是呢 球场还是照样来开打 都没有改善啊 根本白提了好吗 对此呢 中职会长蔡其昌 他有最新的声明来做回应了 来看看了 对于新竹球场赛事场地 有未尽完善之处 他道歉了 而球团呢 将综合所有医疗的意见 把选手选择最好的治疗 还有附件的规划 接下来他除了要加入球场改善小组 持续监督新竹球场 后续改善进度之外 对于联盟过去呢 没有一套完善审核球场的SOP 这样的一个制度 联盟也会把球场的审核标准 建立一套制度 避免呢 憾事再发生 这他目前 发最新声明提供给大家 当然同时还要来关心了 这回 真的球员都已经受伤了 虽然道歉可恐怕也是事后了啦 当然呢 林哲轩最严重了 要开刀 这可能要开刀啦 目前还在观察 不过基本上 这一个球技可以说 就基本上就是报销了 恢复期 可能要十个月 林志坚说 会负担所有的钱 医疗费都塌出 但不要说球员的生来的风险 光是球员的薪水 就可能让富邦球团 先要付出300到600万元 再当他痛骂 林志坚你是要怎么赔 富邦汉将外野手 林哲轩23号 在新竹棒球场 飞铺就球 没想到这一扑下去 让左肩受伤 当场送急诊 医院出判林哲轩 至少要休息三个月 还可能要动手术 会负齐更长达十个月 等于这次赛季直接泡汤 全英球场没验收就开赛 让球员出事 在野党气到狂骂 让球员在不合格的场地里面开打比赛 台湾第一次 国际棒坛上可能也是第一次 这根本就是国际棒坛上的大丑闻 摄影机跟观众席剧互相抢位置 这东西已经是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建球场的思路当中 金主市代理市长甚至还去向球员致歉 但有趣的是 照片中可以看到所有球员表情凝重 甚至还有人臭张脸 感觉是大家都难以接受 因为林哲轩开刀加上附件 这个球技算是保销了 而医疗上如果有任何 我可以来协助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力 林哲轩光是月薪就高达五十三万 若整场赛季泡汤 球团到年底还要再付他超过三百万的薪水 若再加上开刀附件 球团隐形损失恐怕超过六百万元 而这些损失到底谁来负责 球迷是气到狂骂 因为烂球场让林哲轩这下变成林志坚 而球迷绝对不会忘记这笔账 十二亿纳税人的钱搞这样的球场 里面没有猫腻谁相信 勇于承担就请志坚去守外野 少说三个月了 那三个月后是不是能够完全如他现在的状态 再回到球场上那是谁都不敢讲的 不帮球团也很大的损失 因为你损失了一个很好的战力 林志坚自己都落跑去选市长 到底要怎么负责 让球场变成天堂路 拿球员的职业生涯当赌注 这恐怕不是付个医疗费就能了事 记者陈正茂学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这一罐顶级海黄SO酱 哇 鲍鱼耶 不只鲍鱼哦 它还有干贝石斑鱼 独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它配饭配面 甚至于陆菜都很合适 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来看里面还有优惠的活动 感谢观看